来关注政坛消息 伊斯兰党代表大会今天落幕 尽管妇女组早前提议 与人民公正党划清界限各走各路 但伊斯兰党中央今天宣布 与公正党合作关系不变 一直维持到来届大选为止 伊斯兰党选举主任 拿督穆斯达法指出 将会遵照去年党代表大会的决定 继续与对方合作 针对来届大选展开议席协商 针对党中央对断交提案的态度 穆斯达法拒绝透露详情 只是含糊带过 强调党中央倾听党员的意见 但提醒党员提及议席分配时 事前必须做好功课 谨慎处理